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21岁来自湖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高中同学 是吧 对 都心仪对方 是吧 后来就变成了男女朋友 是吧 是的 后来为什么分手了呢 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吧 比如说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呢 学业吧 学业 因为要好好学习 所以就不谈了 是吧 然后什么时候又在一起了呢 搭的时候 大学二年级 对 是在一所高校吗 不在一所高校 在一所城市 谁提出来的复合呢 这个要说的话 应该还是我主动找了她吧 那个时候你也还没有女朋友 是吧 是的 所以就好了 你们俩是在我们的官微上报的名 是吧 是的 你报的还是你报的 我报的 就是今天你想来 是吧 你要来干嘛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老是吵架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然后每次吵架也吵得很严重 想来找一下我们自己的原因 她是想来找自己的原因 你是为什么来 也是来找一下原因的嘛 目的是一样的 是吧 女生 你们经常为什么而争吵呢 比如说 这是我们放暑假的时间嘛 我们在做兼职 她一开始 她没有找到工作 是我在做兼职 然后她待在家里也没有事情嘛 那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我让她说 下午陪我去上班 她就不愿意去 然后我就坚持了一下 但是她就当着很多的面吼我 但是我 那个时候确实不想去 因为本身她是在那里 教小学生上课嘛 然后我觉得我去 不是那么回事 她说必须得去 但是如果说 你说一点好听的话的话 其实我是不会强求你去的 好 我想知道 当时你跟她发火之后 结局是什么 然后我就很生气嘛 一句话都没说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 她就追出来了 追出来之后 我火气依然很大 然后我就对她说了一些 不太好听的话吧 她就跟我说要分手 这个不好听的话 我们不重复它 大概分几类 一类就是 我羞辱你的人格 差不多吧 明白了 就这么点小破事 是吧 然后就说分手是吧 对 你提出分手 是的 然后你呢 因为我们吵架 其实也会提到分手嘛 其实我知道 她不是真的想分手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就当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一样 打电话让她下午 来接我下班 你就去接了 对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 在你们的交往模式里面 经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 吵完之后 只要有一个人投降了 这件事也就过了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好 女生 不满意是说 为什么这个男生控制不住情绪 跟你吵架 是这意思吗 对 她当着很多人那边 对我发脾气 我觉得她太不顾虑我的感受了 好 不顾及感受 你再帮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三下月期的时候吧 她来我需要找我玩 然后那天是在我们学校后街 吃晚餐的时候 那个事情很小 我记不太清楚了 然后我就 可能对她态度也不太好嘛 然后她就 也是当着很多人的面 一直叫质问我 你又为什么生气 又为什么生气 这样质问我 我就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质问我 当天下午怎么了 你还记得吗 这个事情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们两个吵架 每位我觉得都是些小事 但是最后吵得都蛮严重的 那个时候也是七八点钟 正吃饭的时候 周围也是有很多人 然后你就用 我觉得你这个声音 真的是方圆 十五米之类都可以听得到 我说我叫你说 你就说了这四个字 然后就用眼睛 瞪着我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 很受不了她这样的一种事 后来这件事情 怎么告终了呢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这个时候 再跟她发比息的话 她肯定会掉头就走的 但是我还有话没有说完了 然后我就把她 带到我们校的草坪 那个地方人少一点 我就开始跟她发脾气了 然后她就扑通一下 就跪到地上了 她说我求你了 你不要说了好吧 她跪一下 求你 说你别说了 你当时说了些什么 你还记得吗 我那次应该没有说什么 她其实不是说话 内容的原因吧 她就是想让我闭嘴 是吗 其实也差不多吧 我真以为周星驰 那个片子里面 那个 把鱼给说出来 是个电影效果 没想到生活里 真有人能把人说跪一下 是你干的 对 这是女生 跟我们举了两个例子 好 来我们听听男生 我相信这个情感当中 你一定也有委屈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吧 她处事就跟小孩子一样 因为毕竟是这么一个小的事情 她每回给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不想去安慰她 这种小事情 她觉得我不安慰她 然后她就会跟我吵下去 那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 然后也是我很难过嘛 然后他不过来安慰我 他要走 我拦着不让 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我先动的手吧 然后我就踢了他两脚 你踢了他 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手了 也回踢我嘛 然后我就把鞋给脱掉 我说那你就踩我呀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 他就真的 为什么要把鞋脱掉 因为他那个时候要走 我拦着没让 他就踩了我一脚 我说你不是要踩吗 那我把鞋脱掉那你就踩呗 然后他就真的就踩我 而且挺严重的 为啥 我那个时候特别分手嘛 然后他也这样子不让我分手 就是说我不让你走 我一定不让你走 然后他说那你踩我一百下 踩了吗 踩了 踩了一百下 就真踩了一百下 是吧 这姑娘就这么坚持着让他踩 对 因为可能我们俩脾气都比较强嘛 你不是要跟我动手吗 那你就动到底 我看你能行狠到什么程度 最后呢 最后怎么告终的呢 最后他就回行事了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掉在那里了 就踩了一百下 对 然后你是认为达标了是吗 因为你说了 你要真的走就踩我一百下 你就认为我踩完你这一百下 我就可以走了是吧 是的 其实就算是高中同学 对不对 是的 认识得也很早 对吧 双方的父母家人都见过吗 我们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吧 印象怎么样 应该还可以吧 能分得开吗 如果我们俩这段感情 值得交往下去的话 我想我会继续跟他磨合 如果说不值得的话 我会选择放弃 这个值得和不值得 你打算怎么判断呢 就是他这个人本身 或者说我们这段感情 他值不值得 我去继续下去维持他 那你觉得值吗 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嘛 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你呢 也是吧 那我们看看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情在最初 是很有可能迸发出激情的 但是当激情退去之后 能否相守一段平静 这才是对爱情的考验 我觉得当你们 真正的那种浓情蜜意的激情 过去之后 你们都在拼命地想去守住一份激烈 所以由于太想拥有一份感情 太想拥有彼此 就变成了激烈的情绪 你们在这份爱情当中 都太执着于自我的感受 所以拼命地想一种激烈的状态 去抓住什么 才能证明我爱着 才能证明他也爱着我 但实际上 我们去看一段爱情 有些爱情是会开花结果的 有些爱情开了花之后 枯萎了 或者结出了一个烂的果实 健康的爱情我们会 你的坏脾气 在我的温和之下 变得也柔和了起来 那我的慢吞吞 在你的有激情的状态下 可能变得也更热烈了一些 而你们的爱情 让彼此更多的是 边伤害着边前行着 通过喊 叫 打 闹 才能证明我存在着 我的这份爱存在着 这是不健康的爱的表达 也许你们是有彼此吸引的地方 但是你们相处的模式 和你们各自性格里 所带有的特质 让你们在一起 把那些不愉快的 内心可能不阳光的地方 都拿出来了 我相信这个男孩子 看起来思思文文 他和其他的男生女生交往的时候 应该不会是那样大嚷大叫 脾气暴躁 动不动要打人的人 对吗 是的 女孩子也是一个文之彼彼 也不会是那么 喋喋不休的女人 对吧 所以你们的爱情 滋养了不美好 你们冷静冷静吧 也许分开一段 对你们都有好处 谢谢 好 谢谢严老师 来 许总 找对象 貌似是找到一个 合适对方的一个过程 但其实不然 找对象的过程 其实在通过接触不同的人 经历不同的事情 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 你只有先找到 真正的自我的时候 你才知道 什么样的人最合适我 吵架在情理当中来说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都一直是因为小的事情 哪有那么多大事 就是一些小的事情 来体现出 你们自己身上 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是同样一种 性格的人 只不过表现方式不一样 你要求的是说 在众人面前 我要得到 其他人的拥护来打击你 其实你是 示弱的一种表现 而你呢 什么 我没有这种想法 你没有这种想法 当然 如果你清楚自己 是什么样的人 其实你们很多问题 可能就不存在了 我问你 为什么你喜欢当众的质问他 为什么要到一个 私下沟通的时候 你突然采取极端的方式 跪下说 不要再吵了 停止 如果你真是那么有道理 如果真是那么自信的话 如果你觉得 真是比他强的话 应该一对一地去解决 为什么要在别人的面前 让他没有面子 同时要凸显出 你很有道理 女孩 他敢踩你一百下 你被他踩一百下 这两件事 谁更倔强 当然是你 因为他是在看你 什么时候能屈服 而你呢 忍着痛 也不屈服 同时你还 之后 他要分手 你还不要分手 其实你都算是 无意当中显示 我更强硬 我都被你踩了一百下 我就是不跟你分手 因为你骨子里说 那件事情 你错了 我对了 反倒我还让你复合 我不嫌弃你 你错了 我还包容你 我比你更强大 所以你们之间的吵架 是无效的吵架 没有 我们办 这个我觉得 我找他复合 是因为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 比较放松 就是比较少人 能让我做到 在他面前 比较放松的 是的 你当然要离不开 在他那一面 否则 类似的事情 肯定早就分手了 就是因为 我知道你离不开 所以找自己的原因 如何能更放松地 跟他在一起 而不是经受这个痛苦 你懂了吗 所以给你们的 很现实的建议是说 有效地去沟通 吵架不怕 但是要解决问题 不能因吵而吵 最后吵偏了 忘了最开始 因为什么事吵了 对不对 最后分手 或者再复合 不是因为吵架那件事 是因为你们吵架当中 伤害了对方 你爱他吗 爱 你离得开他吗 离得开 如果真能离开他 不吵架 可以在一起 这么吵架 不要在一起 看着别人都很累 想清楚 到底能不能离开他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听听吴老师怎么说 他们俩之间的矛盾 就有点像 身上有一个伤口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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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 fr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顾虑一下我们的感受 我们从高中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而且跟你在一起 确实开心的时候挺开心的 只是我们俩的吵架 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承受不来 其实我知道你的原因 你也知道我的原因 但是两个人有时候就特别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快大事了嘛 人也可能也比以前要成熟了一点嘛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 如果 其实你一直都给我很多承诺 非常多的承诺 但是做到的其实微乎其微 其实 其实你说的那个 我有时候不是不想做到 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 来 时间到 谢谢两位啊 谢谢两位啊 回吧 回吧 来 请关门 开门 我特好奇啊 就是你跟他表白的时候你说 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也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您给我解读一下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时候有点降吧 其实我懂他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大了 应该稍微改一点 降 他的问题呢 更加 他的问题 其实他有时候蛮狭爱的 比起来很不成熟 所以你们还想在一起再试试是吧 不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要感谢伊贝斯 纯带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提供的奖品赞助 牵手成功的情侣将获得 由西莫智能家居提供的智能所 手机远程开所 开启你的幸福生活 来 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这个戒指 我不戴在婚戒上 我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求婚礼仪 虽然这个也蛮不凡的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吃饼 把我抱紧 两颗心 一辈子不分离 好 请亮灯 不像决定日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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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啊 来天难回忆 以后别再那么轴了啊 采人的时候至少不能那么轴 记住了吗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专家 最后就是 祝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恋爱 顺顺利利的工作 好好地生活 不要再因为性格的问题 彼此伤害对方 来吧 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的男朋友来自巴基斯坦 我们在一起没有多久 就开始了异地点 这段期间 我们出现了很多矛盾 最后为了维护这段感情 我来到他身边 但是在一起之后 我们还是有很多矛盾 我不知道我们是因为年龄问题 还是异国问题 我们总是在吵架 我的父母也催着我结婚 可是我却看不到 我们两人的未来 所以我真的很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明轩22岁 来自巴基斯坦 是一名外教 女嘉宾小林28岁 来自山东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好 来中国几年了 四年 学汉语多少年 我学中文差不多一年了 怎么认识他 就是去年八月份嘛 然后在北京的地铁站 当时呢 他是没有零钱坐地铁 然后他就到处找人 因为他那时候 当时中文还不是特别好 到处找不着人嘛 然后我就碰见他了 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吗 他说他想换零钱坐地铁 我说那就微信吧 什么叫微信 就微信转账 他给你转钱你给他现金 对对对 后来呢 这样认识了嘛 然后就在微信上这样聊天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 为了要感谢我嘛 他在北京叫我出去吃了几次饭 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就熟了 后来怎么就变成男女朋友了呢 他九月份不是开学嘛 开学他就回到山东上学了 九月中心我过生日 因为我老家山东的嘛 那个我在北京自己一个人打拼 然后也是挺孤单的 我就说过生日了 又得一个人过来 然后他看到我发这条朋友圈 然后我就从台湾过来 说我过生日 然后我很感动 十月份的时候呢 他那个十一放假嘛 然后我正好回家 他说那咱们就一块出来玩吧 然后那时候他就对我表白了 怎么了 今天为什么而来啊 今天来就是因为他在山东 我在北京 我们就是异地恋 然后就中间出现了好多矛盾嘛 什么矛盾 因为我跟朋友合伙在北京开店嘛 就是很忙 有的时候真的忙起来 回家就想倒头就睡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 没大有空搭理他 正好那段时间 那个店里生意不是特别好嘛 然后我心情也比较低落 然后我就想给男朋友诉诉苦嘛 让他安慰我一下 我给他打电话 那天给他打电话 打好几次他都挂了 很晚了他再给我回电话 我说那个 你怎么那么晚才给我回电话 你干什么呢 他又吱吱吱吱了 编了好几个理由 我说行了 我说你别骗我了 你到底干嘛呢 赶紧跟我说实话 他说他当时在打游戏 所以我就很生气 因为我好多次给他打电话 他没接我 我就故意的 我听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就特别享乐你知道吧 看他做这个事 就跟小朋友一样是吧 就是人家也生气 人家报复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他做得很幼稚嘛 然后我就一跟七都没有理他 没有理他之后 他就主动打电话来给我认错 然后他就说 那你也不许以后 因为工作忙而忽略我 然后我们就这个事情 就是达成一个邪商了嘛 就以后 不管是工作再忙也好 再怎么也好 就是每天 然后抽出几分钟来 给对方汇报一下 想这不挺好吗 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然后照了那段时间 我不是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我就说 那你过来陪陪我嘛 然后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他说忙啊怎么样的 然后当天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是他跟他一些朋友出去玩的一些照片 那我说你有空跟朋友出去玩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过来陪我呀 你指的过来陪你是 你也到泰安他读书的地方 在同一个城市 不是呀 我工作我走不开呀 他放假 你有时间跟朋友在一块玩 你怎么没有时间过来陪一下我呀 因为你知道 我住在山东泰安 他住在北京工作 我学一学的特别忙 学习压力已经大 我就一个周末有一个放假 他就给我说了 我应该来陪他 你知道从泰安来到北京 书要差不多留个八个小时呀 哪需要那么长时间呀 坐高铁 就是 差不多书的 回来的 来回 对 来回的我就说 但是最可气的就是 他老是发一些 跟其他女生的亲密合影 他是我的普通的朋友 朋友 他是我的同学 OK 他觉得他也有男朋友 没有别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发 我们两个人的照片呢 我们还没拍了好看的照片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啊 就刚才你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还没有拍到 最好看的照片 所以我没有发 我们的人们的时间 也还太小了 行吧 外国朋友已经回答你了 咱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 直说吧 你觉得他是跟那些女同学 爱美还是向他解释的那样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 我哪知道呀 因为我也看不到他 我的天哪 真是 女生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异地的问题嘛 就很欠缺那种安全感 他为什么他发跟别的女生照片 他从来都不发我的照片 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以为他没有女朋友 因为没有拍到一个特别好看的嘛 那还是他过来陪我的时间少 对对对 那你们就结束异地呗 对呀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家 我给家里人说了 我说交了个男朋友 他是山东的 正好我父母说 年纪大了嘛 然后也需要我回来照顾 然后我就为了他 你跟你父母说 我男朋友是山东嘛 姑娘你这个 就这么蒙父母是吧 行往下听啊 然后呢 然后我父母说 你年纪不小了 就是如果说 这个男的不错的话 就是真的应该是 你没说这是我们 一开始没有敢告诉父母 没敢告诉 然后呢 后来就是我父母说 你年纪不小了嘛 说觉得这个男孩子行的话 那你就好好跟人家相处嘛 那你在北京父母也不放心 那你就回来吧 为了他 为了父母嘛 然后就过完年之后 就把北京那个 就是生意都打理好了 你在北京做什么生意 然后我就回到山东来了 你在北京做什么生意 玩玩出宝 行 反正现在这个互联网 这么发达 在哪儿开都一样 对 然后我就为了他 就是回来了嘛 回来之后 我们就结束这种异地 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香古菜也是状态嘛 回来之后还是矛盾不断 我虽然是北方人 但是我很喜欢吃辣 每次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点辣 但他肠胃不好 他就希望我不要点辣 我迁就他一些 那这不是个问题啊 你吃麻婆豆腐 他吃清炖豆腐 不就完了嘛 对啊 后来我就说 中国八大菜系呢 你叫什么劲呢 你欺负外国朋友 后来我就说那实在不行 那大家就分开点嘛 各点各的 对啊 不就行了吗 那各点各的 那你问问他怎么说呀 家庭的我觉得会浪费 你们出去吃饭点几个菜啊 没有点几个菜啊 节约是个好习惯啊 你们吃饭点几个菜 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好吧 这不是个问题 哇 因为我们回来相处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朋友也都知道 说我谈了个男朋友 然后我闺蜜就说 改天一块出来吃个饭 我们帮你看看 参谋参谋吧 对对对对啊 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一个 其他天 因为迁就他 他不是不能吃辣吗 吃完饭的时候 那个服务员结账嘛 结账就把账单给他了 因为我考虑那顿饭 的确也不便宜 他也是一个学生 我怕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拿不出这个钱来 到时候不就很尴尬吗 然后我就主动抢着 把单给买了 结账买完单之后 他不高兴了 找过来就是找我吵架了 付钱的时候 他自己付钱 但是这样我不喜欢 因为我新年到 我一个父亲 还有呢 他的鬼秘也在一起 他们会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样的人呢 所以我给他生气了 那我替你考虑 我还错了 人家也是要面子的人 对啊 别认为一瞻外国人都AA制 也有要面的 懂吗 对啊 那你说你要面子的话 那你为什么当时在餐厂 都不照顾我朋友 都不顾及我的面子呀 你都没有给他们那个端茶倒水的 不是吃西餐怎么端茶倒水呢 孩子 不是呀你倒个水总行吧 是不是 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 初恋啊 对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 如果我给她太亲密 她就可能给我生气了 后来呢我不给他们太亲密 她就会觉得我不礼貌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呢 好吧 不说了吧 你们俩现在怎么着 父母现在见过她没有啊 我特关心这个 父母没有见过 知道她是哪人吗 还是山东小伙 知道 然后后来因为要讨论结婚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给父母说了这个情况 父母一听就说不同意 就说连见都不要见 就是强烈反对 那我分别来问啊 你大学毕业以后 打算怎么规划你自己 去哪工作 毕业以后 我也可以去我的国家 如果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 那中国也可以啊 因为当时的话 我们两个讨论过 然后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你去国外 然后他说那我可以留在国内 然后说咱们毕业业结婚 因为他跟他父母说过 他父母说同意出一部分钱 然后让他在中国买房子 但是他是那种个性比较要强的嘛 然后比较独立的 他说他想自己打拼 自己挣钱买房子 这你能接受吗 我欣赏他这种独立的个性 但是我说实话 我有点接受不大量 因为他如果说自己打拼买房的话 又需要奋斗几年的时间 今天你们俩为什么来啊 我今天来我是想结束这段感情的 你不想跟他分手是吧 对我不想和他分手 愿意留在中国吗 可以啊 如果他想留在中国 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就可以啊 只要他跟你结婚 你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不出国工作留在中国 可以啊 挺好的小伙子 怎么了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想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买房子 但是这样的话就又会奋斗 合着你是因为房子啊 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房子 我说我们两个可以一块 共同努力去 去创造咱们两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年纪大了 我想过安稳的日子 我父母给我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我父母真是天天在家 给我拍桌子砸椅子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他们也是挺不容易 因为我父母也是为我考虑 他们想着说 如果说这个男的 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保障不起你们两个的人 那未来的话 那你跟着他你会受苦 还有我朋友也说 就是万一他拼搏两年 他事业有成了 然后我们俩再分手了 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光 不也是白号了吗 也怕这个 三位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娟 我觉得这个巴基斯坦的小伙子 整个一个战战兢兢的状态 你跟他讲清楚 你内心的需求了吗 说过了 就是觉得他不能给你 带来物质保障 所以你不能嫁他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还有就是未来的那种安全感 我觉得我看不到 你要的安全感是什么 他好了 他在换别人 就这个吧 对 我就怕 其实你刚才就最后一部分说了很多心里的话 虽然你说是爸妈不同意 孩子就不能在出租的房子里变生吗 只要有爱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问问自己的内心 其实有爱也需要面对现实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好多这种例子 就是男方当时情况不好的情况下 然后女方跟了他 然后也是租房子过日子 后来男方这样是被黄腾达了 然后我就不要这个女的 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些不好的例子 谁还结婚呢 所以说 如果每个人都想到的都是风险 我不能承担 那只能说明自己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 而且即便是一个成熟的 现在能给你物质保障和安全感的男人 他就不会变吗 在你们恋爱的这个时期 你就想到了这么多负面的想法 我承认有不理想的婚姻 有不理想的爱人 但是你想到这么多原因 其实就是不够爱他 而小伙子 我觉得你非常的单纯执着可爱 但还真的是挺年轻的 你很多时候读不懂他 你也很多时候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们的问题和天下所有同种族 同国度的男女恋爱中遇到的问题一样 一个不懂 一个不爱 所以很更在你们中间的问题 我觉得是要去解决 你有没有能力读懂他 而你又愿不愿意打开心扉 去好好看这个 比你小六岁的外国男孩 这个道路很难 但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我只有这些建议了 谢谢 好 谢谢 许总 这场恋爱听起来 从一开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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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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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